多年以后有人问谢苗你没戏拍 为什么不找干爹李连杰帮忙啊 谢苗的一句话暴露了娱乐圈有多现实 他曾是最火的武打童星 十岁出道极巅峰 和吴梦达搭戏与周润发合作 是梅艳芳最喜欢的童星 更是电影中李连杰的御用儿子 被广大媒体认为是李连杰的接班人 却因周润发的一句话赞别了娱乐圈 导致二十多年无戏可拍 1984年谢苗在北京的一个普通家庭出生了 他的母亲是一名保健医生 父亲是北京一家国企的员工 由于谢苗从小就顽皮好动 在他七岁的时候就被父母送去学习舞蹈 可跳舞要穿紧身的衣服这让他很是难受 后来在谢苗的强烈要求下改成了武术班 上个世纪90年代 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黄飞红》等 一系列武侠动作电影《风靡全国》 这时王金正在准备开拍电影《新少林五组》 主演李连杰早就已经定了下来 但还需要一个有武术功底的孩子 在电影中饰演李连杰的儿子洪文定 为了能找到合适的小演员 副导演跑遍了整个北京的各大武校 结果一看就看中了一个虎头虎脑的孩子 于是就通知他第二天到电影场找王金赴世 九岁时的谢苗一身正气目光灵灵 再加上他那少年老成的气质 让王金一眼就看上他的工价和气质 就这样谢苗从学校请了假跑去拍戏 电影上映以后 谢苗凭借干净利落的动作和浑然天成的表演 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部戏拍完谢苗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王金也跟他签订了一年的合约 然后再次安排谢苗和李连杰在电影 给爸爸的信中再度合作还是饰演父子 没想到这部电影在当时又大卖 火了之后的谢苗各种资源越来越多 之后他先是和吴梦达合作了小飞侠 又与周润发一起合作了《赌神2》 就在谢苗事业最红的时候 他突然消失在了大众事业 原来是《赌神2》拍完谢苗的合约就到期了 逝去还是留 这让他的母亲非常纠结 为此母亲询问了周润发的建议 周润发建议还是要读书 因为没有文化会吃亏 母亲思考了很久 还是决定带谢苗回家上学 在两人回家前 周润发还给谢苗包了一个5000块钱的红包 没想到这一退进消失了近20年 没想到38岁的谢苗仅用一部网剧 就打出了国产武侠片的王炸 让影迷体验了一把久违的武侠风 一把听风到一朝楼懒斩 电影中干脆利落的武打动作让人直呼过瘾 有人说从瞎子身上看到了武侠电影的未来 但他们不知道这个人 就是李连杰的御用儿子谢苗 在他最红的时候听从母亲的话回北京读书 从此以后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但是在谢苗的心中还是渴望能再继续拍戏 为此回到北京后 他还是选择了武术学校读书 回到校园的谢苗人气还是很高 有很多的剧组都邀请他去拍戏 母亲为了让他好好学习就给全部推掉 可随着推掉的戏越来越多就没有人再找他了 之后谢苗怀揣着武打明星的梦想 开始将心思全部投入到了学习中 他一边读书还一边参加各种武术比赛 在学校里他曾拿下好几个冠军 后来谢苗成功考上北京体育学院 毕业以后他还当了一段时间体育老师 正当他感觉自己离梦想越来越远时 网络电影开始兴起这给了谢苗希望 可是他已经阔别于演戏整整12年 曾经的武打电影早已经没落 可谢苗这次还是打算坚持自己的本心 为了能重新拍戏他和母亲谈了一次 这次母亲尊重了谢苗的意见 重返娱乐圈的谢苗已经没有了之前的光环 为此他只有跟着剧组跑龙套的分 后来谢苗开始不停地拍网剧 在一次采访中记者问他 你现在没有戏拍为什么不找李连杰呢 谢苗笑了笑说道 自己其实没有跟李连杰联系过 因为靠别人不如靠自己一步一步走上来 重新复出后谢苗参演的电影都是打戏为主 他曾在三年内拍摄了20部网络电影 但是大多数评分都不高 就在观众骂他拍网剧挣快钱的时候 谢苗并没有回应这些评论 还是一头扎进网络大电影中拍戏 后来他拍的《东北警察布什》和《星期集》 获得了非常不错的播放量和口碑 直到今年谢苗凭借目中无人重返巅峰 除了事业之外 他的家庭也是非常美满 他的老婆是公所珠连里的太子妃和艳明 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唐董 如今的他获得了事业 家庭双丰收 希望他能拍出更好的动作电影